嗨大家好,我是凯咪,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凯咪近期收到的 一头拉枯的新底妆 想要知道的人就要锁定今天精彩的影片内容哦 是的,其实这一集呢,早就应该要播出了 但是因为凯咪最近真的太忙了 所以呢,今天算是迟来的一集底妆单元 所以里面有一些东西,很红的东西 可能别的频道已经有人介绍过了 那呢,大家就可以看看凯咪的心得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新品哦 凯咪没用过,今天要上联化给大家看 好,那我们就来开始介绍第一间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Bobbi Brown 他们家出的这个呢,算是一个金妆版礼盒 因为你知道现在周年庆到了 很多品牌都把一些经典商品再升级 没错,这就是他们家的虫草的奢羊底妆 有那个新上市的妆前乳 冬虫下草的精华粉底 还有这个冬虫下草的精华气垫粉底 没错,这是他们家新的升级的部分 那如果没用过的人呢,我给大家先在手上一下感受一下 它的那个冬虫下草的魅力 它是有新升级啦,不过呢 我用起来的质地觉得,跟以前一样都是 走那种透亮,然后有高级的奶油光的感觉 非常适合混合肌或者是干肌在冬天使用 它是一个保湿度非常好的粉底 蛮不卡粉的,就是那个光泽,很裸透 很有质感的光泽 因为这之前KAMI都用过了 我要来用的是他们家新的这个 妆前乳 对,这个妆前乳呢 近期KAMI对妆前乳呢 颇有...颇有研究,颇有心得 我今天就要来试一下这个妆前乳 它是SPF25,PA两个加 看一下它上起来的感觉 它是说,肤炎就可以校正 滋容感,毫不黏腻,全天持妆 我们就来上一下,冬虫下草 感觉就是很补的感觉 秋冬到可以进 它的味道是...真的有那种汉方的味道耶 对,真的是丝绒感 就是它是那种有点粉粉嫩嫩的 不会黏,很不赖耶 这个已经有一种润色校色的感觉 那我就上全脸 好,跟大家讲一下呢 KAMI今天戴的隐形眼镜 先讲一下 是世妆美的日抛 云纱中 最近大家都问我隐形眼镜戴哪个牌子的 然后我都会要回想一下 然后怕讲错 我就干脆以后我就会先报 之前我戴的是他们家的 那叫什么 天际灰大获好评 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看 今天来试一下这个不一样的感觉 咖啡色一圈 蛮喜欢的耶 他们家的影眼我真的觉得还蛮不赖的耶 OK,这是Bobbi Brown的妆前 就要来上粉底了 最近抽到哪一家的新粉底呢? 迪奥逆时能量粉底液 因为它这就是他们家之前那个 逆时能量的保养系列的包装啊 跟那个形象 所以我想说 怎么好像似曾相试 还是之前就有全新升级 好,没关系 总之呢 凯咪收到之后呢 就二话不说 马上试用了一下 觉得挺不赖的 这个他的诉求就是有他们的这个 逆时能量系列的保养的成分在里头 所以呢 它是能够紧致肌肤平滑细纹 修饰斑点 焕发光彩 让我们的皮肤由内到外呢 均匀的光亮起来 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就是 容易皮肤看起来比较疲惫的 或者是呢 皮肤比较没有那个光彩的 不过紧致的人可以来用 一样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是这样 乳液状的 好 然后它一共有收到了六个色号 我用的色号是2N 好 那凯咪今天要用那个 我自己出的粉底刷 来推这个粉底 4D无痕粉底刷 Dior他们家这个逆时能量的粉底呢 我个人用起来的心得 之前有些稍微先 你知道 迷过了一下 它的那个 均匀肤色 遮盖度什么的都 效果都蛮好 之前他们有一款粉底会变暗 我就不说哪一个了 然后呢 我就想说 诶来测一下 是不是他们家的其他的底妆也会这样 然后呢 这个 不会 对 这个不会 好看一下它的妆效 光泽很明显 我看到 你看它的叠叉的效果 可堆叠 而且它的遮盖度还不错哦 就是它的遮盖是一种 真的耶 我觉得还 今天用的感觉比上次更好耶 上次是用海绵推 然后我今天是用粉底刷推 莫非是我的粉底刷很厉害吗 我跟你讲这个粉底 可以 干肌啊 干肌更适合 或者是疲倦肌 疲倦肌 干燥肌 疲累肌 对 那用完就很有活力的感觉 有没有 但这一定要定妆哦 尤其现在又戴口罩 我觉得 会比较不利 应该说现在粉底基本上它如果不是诉求那种超级磁妆那种干的粉底的话 都还是要定妆 好不好 漂亮 对 另外一边我们来上那个 原本没有要用 但是想说它摆在那里 感觉它一直在 你知道 呼唤我 一直在角落呼唤我 这是那个 高丝雪鸡精的水焰恒药粉底液 雪鸡精耶 就是一个 你知道成长的回忆 你看那包装好漂亮哦 好看一下 你知道我现在看都不用看我都是直接拿最深的 405好这个雪鸡精这个粉底呢成分诉求是很特别耶 它居然是说有添加角质密着粉体 能够呢让你的肌肤呢宛如换肤般的那个呈现崭新的印象 有一些汉方成分像艺人萃取啊当归 还有这个温泉水 然后添加茶氨酸包覆的透气粉体能够保水贴合肌肤 不易脱妆明亮肤色无瑕美肌 哇每一家都是非常厉害的诉求 而且呢他们还有搭配一个专用的粉铺 来今天凯咪这边就要来用这个粉铺 因为有一个一个缎带 然后这是粉铺 好可爱哦 它是这样子 这样子耶 好期待哦 第一次听到底妆有添加跟角质调理 角质密着有关的一个诉求 好一样先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流动性非常高的水乳状 好水哦 看一下它有没有防晒 有的只是它的系数没写 专用粉铺 这个呢我就真的是当下今天开来用的 对刚刚一度不知道怎么拿捏 但是我现在发现它是一个我们讲就是比较偏粉铺感是比较柔焦的效果 上脸的感觉也是满清爽的 不会油油黏黏的 是有透明感的啦 可是呢就是很日系那种很细致的透明感 又有雾面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日系底妆的这个爱好者 我觉得这个应该你会非常的喜欢 是很清零的非常清零就是没有什么厚重感 而且是满很服贴的 但有没有一定要用专用粉铺呢 如果它是不用钱的话我觉得可以用 那如果它要收钱的话我觉得 280 好啦如果你有预算就一起买 是满可爱 但是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用起来可能我手太大了 不是很顺 我相信它这个粉底单用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好这是雪鸡精他们家的这个粉底 新粉底 好再来我们就要来用遮瑕 今天的遮瑕膏有两家 一个是最近被大家介绍到翻过去 其实我可以不用再介绍了 那另外一家呢 放眼望去很少人在介绍 所以今天呢就是改命要来好好的介绍它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个 最近被介绍到 你知道三十六番的这个就是 Mega Forever他们家最新的柔物全能遮瑕底妆棒 对它就是兼具了你要当底妆的效果也可以 就是凯蜜很喜欢用遮瑕膏当全脸的底妆 因为效果这么好 那大麻涂局部 涂全脸啊对不对 所以它就做了 哇比较胖比较大 一般的遮瑕膏 45ml差不多了 这个有到9 蛮大罐的 当底妆真的是不心疼 它是属于雾感的 然后妆效真的很不错 不管是遮局部 或者是延展全脸 持妆性 还有它的遮盖度 表现我觉得都蛮好的 好那我们来试用给大家看好了 我现在用一个3.3的 你看它那个棒子就是海绵袍就是胖 它就是做到凯蜜觉得就是说 最喜欢的遮瑕的状态就是遮不啰嗦 然后霧面然后这样贴 那如果你是MAKE UP FOREVER的这个 你在观望它的话呢 我觉得他们家就可以买 刚刚是用3.3 我现在用一点3.1 有时候太忙太累没睡好 这边会有那种 泪沟会跑出来 就可以用这个比较亮的去把那个 泪沟有没有 你看 碰起来了 这边是以这种遮盖度 这种剂型 然后它居然就是不太会有那个肝纹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然后呢 这个遮盖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它可以盖一些 来我的刺青又派上用场 你看 抹开一样 你这样想说 我这样涂厚厚的 当然什么都盖得住啊 没有 抹开一样耶 你看 推开没有在开玩笑 很强大 那个油肌混合肌 当然干肌你做做好保湿都可以 就是很适合容易爆汗出油 就是很容易脱妆的人 用这个你一定会很喜欢 然后这边有一个痘 有没有看到 这边 这样 按手 没有不见了 这是Megafoya他们家的 最新的遮瑕底妆棒 那再来呢 我要介绍的另外一个遮瑕 就是我说很少人讨论 它就是Town4 没错 他们家的最新的 最上镜奢华立体遮瑕膏 一共有11色 抗命手上呢有3色 跟大家讲一下 它的官方的这个诉求 就是一个极致保湿 然后呢完美遮瑕 然后精准选色 当然我觉得呢 会买Town4的人呢 不是在在乎那些妆效 在乎的就是这个 你知道品牌的 这种高级奢华的感觉 没有 太美了 这个包装很有质感 Town4的真的不能不说 人家当然是颜值很高的品牌啦 当然它做的东西呢 内料也是不得了 都是下重本 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质地非常的特别喔 它是属于也是乳状对不对 然后推开来喔 推开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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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开 推推推 它会有一种光泽在里头 很细致 它的光泽感非常的细致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它的遮瑕度 没有非常高 跟Mega Forever比起来的话呢 如果1到10分的话 Mega Forever的遮盖度大概是 9 那Comfort这支的话大概是6-7左右 是属于 我觉得它是提亮均匀柔胶保养 胜过所谓的就是把那个颜色遮住 但它不是说不遮瑕 而是说它在诉求上面 我觉得更适合拿来做全脸的那个光感的调理 跟修饰明亮的作用 我看一下Town4的 我现在用的是EWO 带一点点琥珀色 比较带黄 推完之后呢 用海绵 一定要用海绵喔 这样 拍一拍 这是呢 我收到之后使用的一个心得 如果你用手推啊 因为它可能保养成分真的比较多 就是你在推的时候呢 有一种就是粉一直在移动的感觉 可是呢 你用这个粉扑啊 这样把它这样 用弹的喔 它就定住了 而且非常的均匀 所以呢 不要企图考验你手指的功力 你就是拿海绵就对了 听我的 准没错 这样 刚刚雪鸡精的好像太白 就觉得好像我这边很黄 我这边一调下去之后好像就好多了 然后来提亮一下T区 我来用0WO 我这比较象牙白一点 它就是可以有点像是 既遮瑕又兼具体量肤色的一个效果 那因为Tom Paul本来就是一个 那种学建筑出身的 所以呢 它不管是服装设计 还有它的彩妆的灵感 都会让你有那个 如光影雕塑的那种立体的感觉 保证你用的会很美 但呢 它的价钱也是很奢华的唷 2150 其实好像也还好 因为我用过最贵的是哪一家你知道吗 来 马上话不多说 Lapari 这个 鱼子的遮瑕膏 堪称遮瑕界的 劳斯莱斯 就是它了 这支好像是要 五六千吧 Tumbo 还略逊一筹呢 可是 已经是 专柜等级 算是遮瑕单品 品相来看的话 真的已经是 不便宜了啦 不便宜 但是 好用的东西真的是 包含它的包装 真的是有它的质感在啦 最后 定妆 定妆我们来定一下 我们要用新品喔 新品新品 但是呢先来介绍一下 旧朋友 也不是旧朋友 老朋友 蘿拉 他们家呢 寄来的这一个公关里 很漂亮的袋子里面呢 诶 有他们家的 全能气垫 厉害的气垫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 冠军蜜粉 限定的包装 银河版 金装版的 因为你知道 周年庆快到了嘛 所以呢 他们就推出一些限定的包装 还有这个粉铺 我跟你讲 这个粉铺很漂亮 你看这个 粉铺 断袋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或是刚好要补货的朋友呢 诶 蘿拉他们家的蜜粉 当然不用多说啦 蜜粉界的 No.1 对 这个蜜粉大家可以用 好买起来 但是呢 他来用新品 RMK他们家推出的 轻柔空气感粉饼 对 然后他这个诉求是半透明的遮瑕粉体 能够反射光线 让肌肤呢 自带光芒 可以修饰毛孔 豆疤凹洞 泛红 肤色不均匀的地方 但是呢又保有这个 零粉感的效果 一样 KAMI呢也真的先 咪过了一下 这个粉啊 真的是不得了 手一摸就 哦 你看哦 粉呢 在哪里 你看 这皮肤有变亮哦 空气感的感觉 然后他有附粉铺 然后还有附蜜粉刷 对 那我今天要用蜜粉刷来定妆 这个粉也是很细致 刷毛 刷毛也是舒服的 可以哦 它真的是透明感的 它不会往死里干 有些就是妩媚就是 就是干的不像 哇很像沙漠 这个就是 这样压好几层 它不会干耶 而且很修毛孔 可以哦 RMK这个 粉饼 新的粉饼 叫做是 轻柔空气感粉饼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呢 最近收到的 底妆的新品们 对 从妆前到这个底妆 到遮瑕 到底妆 通通都有了 而且还不错的 好东西 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推荐 然后呢 画给大家看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有机会 再靠柜去试试看吧 好啦希望大家呢 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 那不要忘记了 一定要订阅 要关注 开TV哦 我们更精彩的影片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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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